反正這邊應該是好拍 所以我們應該要留吧 我第一人應該錢幣過期品然後 就是把孤雷丹 這手棄掉 過期品也是 過期品不是 四者俯身第二個過期品 OK 所以我們這樣可以抽超級多張牌 他應該是 一些憨舒適 毒地獄 所以抽三張 所以我會爆牌 OK 我們接受爆一張牌 我們不需要更多鬼男子守在 手牌裡 一任上 他有個導覽員跟一個劍玺教徒 好 只要可以換這個然後 死者俯身然後再打一個血池漆 我選擇不這麼做 不過選擇不這麼做 然後 原因是因為他蠻有可能有AOE的 等一下 這烈焰小鬼 所以他是 他是暗靈術嗎 他是暗靈術 好 魔力士 OK 等下,我是不是贏啊 是不是其實贏了 哇,下來不及了 嗯... 嘖,我好像打惡毒惡毒 魂火會贏之類的 不過我覺得我應該還是會贏啦 我覺得有些人很不喜歡我這種態度 可是,說實在我打遊戲 還是以享受遊戲為第一優先啦 呵呵呵 有些人或許不是 我們這邊場有12 GG 呵呵呵呵 按您嘛,在按您嘛 我哥布林啦 呵呵呵呵 呵呵呵 讚讚 我覺得應該不大能留死者術生 甚至活動少佐大概都不大能留 因為,大哥布林的combo應該還是要這些零費的意義啦 嗯,比較理想的話 OK 他可以直接跟我換 直接跟我換 這代表他沒有武器 我覺得這樣還是有點爛啦 說實在 因為 可能我的段位 我的段位還太常有太多快攻嗎 呵呵 我也不確定 OK 喔,所以這些牌帶還是拿來捨棄的啦 也可以拿來捨棄 或者應該這樣講 我還是想扣錢幣 0費33跟3費23 他如果解這張 我可以用 死者附身再把大哥布林找出來 OK 武器 全清啊 沒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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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兩個應該沒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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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拿到 OK 我可以拿到 剛剛死掉那張幽光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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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OK 還有一張魂火給他 血量好像非常非常非常抖 你可不是我的老闆 嗯 你看我ăm 我 這邊就六點傷害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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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呃 呃 天啊 他 其實用武器應該可以把我臉敲爆 呃,我們最后的救贖是 Sciffle 喔! Shit! 呵呵呵! OK! OK OK 對啊 OK 我想不到我們攻擊這麼高 原本是DG 很明顯還是會怕炸雞 可是我們只能騎張牌 所以也代表我們 下輪很容易有賽風 不過他下輪就死了 齁 所以鋪滿場還是非常的強啊 我還解手一下 GG斯密達 看似差一點 但其實真的差超級遠 我好想拿看賽佛喔 剩六張 我換了一張野豬進來 沒有賽佛 賽佛真的在最後一張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GG 哈哈哈 賽佛真的在最後一張 哈哈哈哈 哈哈 話說賽佛如果總是在最後倒數兩張的話 基本上都一定會出發 哈哈哈 這裡的換牌要嘛就是 留書桌跟幽光 然後想辦法 換到大哥布林 不然就是留古尾丹 然後想辦法換到 他或是全換 想辦法換到 留古尾丹可以想辦法換那個 叫什麼那一招 過奇品商人 感覺應該是全換對不對 好像是全換 換到過奇品商人 現在過奇品會 丟魂火 然後會給我更多魂火 或許還不錯 等一下這是偶數烈喔 偶數烈 我們打偶數烈的感覺 並不是很吃香 呵呵呵呵呵 帶野豬的 舒適 看大哥布林 他這樣會捨棄大哥布林喔 安安 來打哥布林 OK 混沌的魔衣 所以我不想要直接用手下換的原因 是因為他有可能是 獸群然後再叫一個珊珊出來 然後就會 很麻煩 更多 他應該要解 他完全不解 OK 全幹連是吧 有可能是冰凍 有可能是爆炸 狙擊 暴子氣發飛鏢 過了單隻手 好 爆炸 暴子氣發 我沒死吧 對啊 這個拿 更多魂火進來有點 強 尤其是這種打臉對決 他完全不跟我做任何互動 應該是不太行 應該要解這個吧 他知道我手上有一張魂火 所以他不解他就 然後 超容易會死的 殘酷的鼓勵 阿哥布林 這樣我就贏了對不對 6 這樣我就贏了 3 GG 剛剛好 瘋狂幹臉 不過他的秘密都拿到暴子氣發 所以其實是真的蠻適合幹臉的 我不知道秘密配置到底講什麼樣的就是 如果他有 爆炸或冰凍的話 我們大概就會慘一點 估計是這樣 這副草有趣 大小酸 所以這是大哥不靈術 那 簡單來說就是一個非常快攻的東西 那這邊其實主要combo就是大哥不靈然後配上這些零費11 你就可以有一些零費33 就是非常好的節奏 這邊我們沒有帶小棋魚人 因為 魚人煞是一個真的東西 所以有些人可能會帶吃魚人之類的東西 說不定 當然你也可以考慮帶小棋魚人 其實就 這邊 這邊 搞不好我們其實應該把一張石牙野豬換成小棋魚人會比較好 因為 原先他是帶兩張末日儀式啦 可是你如果連續抽到兩張末日儀式實在太卡手 所以我就改帶那個 一張石牙野豬 想說可以打一些爆發 做一些解牌 不過 這末日儀式帶出來 你可以想說這末日儀式到底是拿來幹嘛的 這末日儀式其實應該是拿來這個 做惡毒地獄的捨棄牌的啦 就等於說我們帶一些 零費的牌然後來做捨棄 然後另外一方面有時候他也可以叫一些 五五惡魔出來 算 就是 有點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幹 不過 可以摧毀有方手下這一點 其實也 有時候也有用啦 因為你可能想拿過期瓶上人裡面的 東西 所以就大概是這樣 我覺得大概可能帶小棋會好一點 不過 對 我們還是有一場因為石牙野豬而已 就石牙野豬也是還可以啦 我覺得 而且你其實不大希望就是帶太多重複的牌啦 因為 賽佛越早 你如果手上有賽佛的話 你可以 越早上限越好嘛 那 現在有123456789 大概12張之類的 重複的牌 所以你至少要抽12張牌 13張牌這樣賽佛本身才會上限 應該不是 12張是不是 剛好12張重複牌 對啊 反正就是你要抽 你越重複牌越少的話 賽佛要上限的時間點就會越近啦 大概是這樣 不過一般來說賽佛都是幾乎牌乾了才會上限啦 因為 我們其實抽牌的能力非常非常強 就是有 氣牌抽牌 然後還有 正常抽牌 然後 還有靈魂收藏器 這類的東西 還有 顧倫丹之手跟 鍋旗品上的combo 好啦 那 基本上 這副牌組就大概這樣 這邊還有帶死者附身 因為 一般來說對手都會優先解影大哥不靈 所以你死者附身 滿容易可以再把大哥給你找回來的 死者附身一樣是一張非常強的牌啦 因為 就 零費的 節奏真的太強 這副牌真的超寒 因為 你可以看到我們有23張牌都是一費或是零費 好啦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牌組 這副真的非常有趣 我其實以前就有點想要玩哥布林的東西啦 應該說從 就是 哥哥打第一開始就是 就很想要活用這張牌了啦 不過現在我們終於可以 呃 看到他的如算真面目了 好啦 就再見吧 掰掰 訂閱 拜託